大家好,我是Boss,欢迎来到Boss市场快选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特别热门的话题 南向资金为时模疯狂加码港股 细心的朋友可能也注意到 根据证券日报的一份报告 截至2024年11月22日收盘 今年南向资金净流入港股市场 已达到惊人的6880亿港元 甚至超越了2020年创下的6721亿这一历史记录 同时,今年11月的净流入额高达105.94亿港元 再次刷新了本年的阅读数据 而这波港股价仓潮背后 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市场波动 更暴露出中国经济大环境 下千窗百孔的结构性问题 那么,这则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南向资金的背后 折射出的是对中国经济之暗线状的深刻担忧 以及中国资金体系正悄悄上演的一出资本逃亡大戏 今天,我就带大家从南向资金的现象出发 层层剖析背后的深层逻辑 并且揭开中国经济这般外松内景 外热内良的正面目 我们先来理一下背景知识 什么叫南向资金? 对于不了解的朋友 我简单补充一下 南向资金是指通过港股通计划 从中国内地流向香港股市的资金 这些资金的走向 已成为内地投资者资本流动的重要指标 而6,880亿港元是什么概念呢? 这个数字不仅创下历史记录 而且和以往相比 流入速度几乎是喷发性的 比如2020年疫情期间 全球不确定性加剧 内地资金持续看好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 全年净流入额达到了6,720亿港元 当时已经够让人跌破眼镜 而今年 内地经济持续低迷 按理说资金应该更倾向于保守选择 为时摩却开始疯狂涌入港股市场呢? 这背后暴露的问题 可不像表面那么简单 首先 大家要明白一点 南向资金加码港股并不全是什么投资热情 而更像是一次阶段性的资金自救 和制度性的转移行为 这里我们还得结合中国内地经济政策的背景来看 南向资金的大幅加仓 其实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 是市场对中国经济持续失望的体现 货币宽松 加剧了资产汇的压力 人民币在今年持续贬值 已经对内地资本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根据最新数据 截至2024年11月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跌破7.5关口 全年贬值幅度超过了5% 这带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大量持有低效资本的富裕阶层和企业 开始加速分散投资风险 纷纷将资金打包逃离内地 而香港作为一个半开放市场 正好成为这些资金最佳的去处 中国内需疲软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尽管中国政府不断喊着复苏 刺激内需的口号 但实际效果可以说是非常有限的 截至2024年三季度 中国GDP同比增速仅没持在3.6%左右 远低于改革开放后的平均增速 更低于官方全年5%的指标 零售、房地产、制造业不断下滑 民营企业信心遭受重创 典型例子就是 近期全国范围内的消费陷入萎缩模式 今年双11的数据很有意思 尽管平台交易额表面增长 但客单价下降却尤为明显 拼多多和淘宝系交易额的便宜货 占比惊人 说白了 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已经全面缩水 社会资金内部空转严重 真正能够进入实体消费的比例越来越低 我们再来看房地产市场的情况 一直以来 房地产作为内地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产业 不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 还涉及到地方财政 居民家庭资产和社会整体资金配置等多个方面 然而 今年以来 我们看到的是房地产市场愈加低迷 碧桂园 恒大的债务违约风暴连番暴雷 引发了市场寒蝉效应 而官方的三条红线政策 以及土地财政模式的崩溃 更是让整个房产市场彻底掉进冰窖 数据显示 截至2024年10月 中国内地主要一二线城市的新房成交量 同比下降超过30% 而三四线城市跌幅则更加严重 那么问题来了 房地产不再是安全资产 资本又该往哪里走 这就自然引出了现在的大量资金流向港股的现象 因为对于这些资金而言 港股虽然波动幅度大 但至少比持续下跌的内地资产安全的多 最后我们再看金融 由于内地金融市场的不断恶化 很多资金早就开始规划转移 今年的先进制造业政策和个人财富管理限制 正好成为了催化劲 例如 中国政府对外宣称 要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支持 但实际上 层层金融整顿反而成了压制民企的毒药 不仅如此 在跨境资金限制和高净值人群管控的背景下 中国富人的资金外流创了新高 根据2023年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份最新报告 目前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高净值人群 计划在未来三年内进行资产配置转移 而港股市场无疑是他们离开中国大陆后落地资产的首选 不少人可能会好奇 既然港股成了香伯伯 那么香港股市是否迎来了一波真正的繁荣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答案是不一定的 这波南向资金的流入 对港股更多只是短期的提振 却解决不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在内外环境夹击下的长期困局 根据会生国际资本总裁黄立冲的分析 港股交易量虽然增长 但并不代表市场健康 原因是经济环境对大多数上市公司的未来预期 造成严重压力 导致投资者信心依然不足 例如 横指在今年年初反弹至24000点后 便迅速下挫 目前仍徘徊在2万点左右 整体市盈率低至10倍 某些板块甚至出现更严重的市场折价 2024年以来 香港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内的经济问题 还包括美国加息动态和国际资金的重新配置 美联储在持续的高息环境下 全球资金反而更多涌向美元资产和美股市场 加上南向资金多数属于被动配置 缺乏实质性的长期投资计划 港股虽然短期内潜用般繁荣 对于拉动实体经济和巩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却帮助有限 从一个更大的角度看 香港的金融重心正在被其他亚洲中心城市抢夺 例如新加坡 不少内地和海外富豪 已选择将资本和右迁往新加坡这一政治环境更稳定 企业透明度更高的司法管辖地 全球化背景下 香港的金融墙内开花 其繁荣是否可持续依旧存疑 我们要知道 南向资金的亢奋其实是一场被迫的选择 它真正反映出的是中国经济的三大深层次问题 这三个问题对经济松绑至关重要 但恰恰是当前发展的绝对瓶颈 不客气地讲 这波南向资金就是中国经济的逃跑婴儿 一方面他带着自己的奶瓶喧嚣地闯入港股 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对家园环境完全不抱希望的无奈情绪 中国经济目前的一个致命矛盾就在于他要求资本留存内部 但却没有提供足够透明稳定的环境让资本生根发芽 企业家和富人的热情完全丧失 更多的是向外寻找保护伞 典型例子就是 近年来针对民营企业的多项打压政策 比如互联网巨头反垄断调查 加上金融体系内的控制性规范 已经让一批批优秀的企业选择外迁 光腾讯阿里等企业的国际投资业务缩减额度 都不下百亿美元 简单来说 内地的金融政策和市场经营环境正在越变越封闭 既追求管控力又限制企业的天然竞争力 而资本是流动的 不是死在家里听命的工具 当资本无法在高强度管制体系下进行自由流动 南向资金的疯狂流出 恐怕只是资本防御大潮的开始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是中国内地的金融风险不断积聚 南向资金虽然看起来体量巨大 但对比中国金融市场规模 这不过是一小撮外溢资金 然而 就是这股资金已经撕裂了内地金融稳定性的假象 我们看何谓金融风险 今年以来 中国股市跌创新低 上证指数一度跌破3000点心理关口 企业股票回购潮频频出现 但就是这样的背景下 内地资金去宁愿跳过自己家的市场 选择流出到港股 这本身就反映出 投资者对国内的金融市场完全失去了信心 中国经济长期处于依赖房地产 基建等传统型夜拉洞的发展模式中 过去曾辉煌 却早已处及天花板 一无资源优势 二无技术突围 这些年来虽然有所谓卡脖子技术的研发 但内需市场改革迟迟为真正落地 不仅如此 疫情后消费市场中见乏力 整个经济呈现出资金流入固定资产 消费动力不足的恶性循环 中国的居民负债率 家庭杠杆率 截至2024年 已经达到超过61%的水平 产生了严重的债务压力 家庭储蓄看似稳定 但购买力却无法完全激活 这也就是为什么市场不断宽松 却看不到消费像以前一样砸出溶颈 而当局唯一还能寄望的短期资金流入外部市场 只是饮阵止渴而已 朋友们 南向资金加码港股 在表面上看是一场短期投资狂欢 但本质上却是一场带着深层次悲哀的资本逃亡 更严重的是 这些行为揭开了中国经济的困局 一场失去内在驱动力的增长困局 中国的经济决策者 现在面临着两个迫切的问题 一如何真实 有效地重建市场信心 与其制定更多束缚资本流动的规则 不如放松金融管制 减少对企业的行政介入 尤其是保护民赢经济的自主性 要让资本觉得回到家里也能心安理得 二 加速经济结构调整 非但不能依赖过去的老陆 还得勇敢革新垄断式的经济模式 宽松并不是永远的答案 也唯有真正的改革 才可能解决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入信心问题 最终的问题是 如果当局还是按照这种保守的治理方式 一路走下去 南向资金可能不是唯一的逃亡方向 而只是序幕 好的经济增长 它是内生动力 而不是资本外流的假载体 以上就是今天BOSS市场快讯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如果您有不同的意见或者看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本栏目的话 也请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